我叫梁伟伦,然后我现在29岁 华人的一个艺术家,我是画水墨画 现在比较有名的就是画清华词 据说就是有一些人25年想进去那个门槛都进不了 然后呢,我已经进了四次,然后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开心了 告诉别人我的那个故事 我小的时候呢,差一点别言词 然后呢,我就在想,其实生命很脆弱 然后我就用清华词来代替那一段 然后另外呢,那一段呢,我是觉得有其有福的这种样子 然后另外一边我就画了海浪,就是代表那个水 然后呢,另外一面呢,我就画了那个树 然后呢,有一些是就是很结壮的,有一些是死的 然后我觉得人的生命往往呢,死了一样东西之后 它的才会失效其他一样的养分,然后长得更强大 生命很脆弱的那个意义在里面 然后呢,清华词也代表了我对中国的一个浓厚的那个就是啊, culture 的一个 expression 我们中国呢,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代表的一些手段 你看那个材料呢,就越来越精致 但是呢,同时呢,他们的那个手工呢,越来越精致的时候 就越来越脆弱了那个东西 生命也是这样,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就会很健壮啊 然后呢,你到你老的时候也许总会像清华诗一样 中国水墨画是一个很高深的一样国粹 然后呢,它是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去表达一样东西 西化呢,他们是用多重层次的画法来表达光和立体 但是呢,中国话是用一层的一个感觉来表达多层的就是立体感在里面 干、湿、浓、淡、浇 这五样东西,你在一笔里面是怎样去表达的呢? 你只有水跟墨,是吧? 你在一笔的情况下去的时候,你要想很多东西 比如说我手上有多少墨,我的手有多少水 我用的一笔下去,恰不恰当 下笔的时候下得不够好的话 我第二笔只能去补救前面一笔 就是我们要观察能力非常好 我们呢,是很注重那个神 如果你要这样画的话,它必须要有一些概念在里面 比如说你看,武术的概念 尘尖垂咒,全有了 就是老前辈传承的那些东西要带下去 所以呢,我是很注重技法的一个人 一幅画,它再漂亮也是一幅画 如果后面没有什么意义的话 很快那些人也会把那个东西忘掉了 所以呢,我是希望就是我的那个idea 把那幅画带来新的生命 不要害怕艺术会带来什么金钱的负担 因为很多时候呢,往往我们华人的父母呢 都很希望自己的儿女能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收入 做一个艺术家也好 做一个医生或许做什么东西也好 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活得不开心的话 你还是会回到这一条路上的 你何必就是不现在就发掘自己 然后呢,去完成任务呢 是吧 我好久没有你 这个消息 你别吃完 你 我好久没有 你 我好久没有 我愿意 感谢观看